新加坡乌节路酒店发生打斗事件 一人伤重不治 警方在接获报案后的5小时内 逮捕是案的13名男子和一名女子 新加坡警察部队8月21日发文告知 警方在8月20日早上约6时左右接获通报 只位于乌节路的凯黄酒店发生持武器打斗事件 警员赶到现场后 发现两名分别为23岁和29岁的男子身上多处受伤 两人事后紧急送院 23岁男子当时神志清醒 而已陷入婚离的29岁男子则在送院后不治 两名分别为28岁和32岁男子涉嫌参与这起案件 当场被捕 警方随后加紧追查其他人的下落 并于当天早上9030分左右 在盛港分威路一个多层停车场 逮捕年龄介于22岁至26岁的三男一女 一个小时后 5名年龄介于24岁至32岁的男子 在沃兰关卡被捕 这一行5人相信试图离开新加坡 但在沃兰关卡被拦下 同天下午4045分左右 一名27岁的涉案男子到一家医院接受看诊时落网 另一名24岁男子则在晚上8050分左右 在一家医院被捕 21日早上7030分 一名30岁男子向警方自首 警方在行动中起获两把美工刀和一把面包刀 涉案男女相信彼此认识 他们因发生争执而爆发肢体冲突 三名年龄介于25岁至32岁的男子 21日将被控制武器纠中闹事的罪名 一旦罪名成立 可被判最长十年监禁 外加鞭刑 警方调查仍在进行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